今天是12月31号大会日 这一天就是中国新年的除夕夜的概念 白天的时候就是做各种的扫除和准备工作 今天有订了那个郁节料理 他会在上午的时候送来 那我在等的这段时间里呢 就把这个助联绳挂到门上去 助联绳它就主体是道绳编织的一个结界绳 你把它挂在家的门上以后呢 就意味着这扇门后面的这个家庭会得到神的保护 校门就是校口常开其乐融融的意思 那换下来的助联绳明天早晨去神社做初一的时候 可以一起带过去 那边都会有统一回收帮你焚烧的地方 在午的话就和朋友一起出去看一个金鱼站 然后再逛一下花室 去吃一家明天的跨年所吧 年菜来了 他还有给筷子 不过我这次准备用那个上面会撒金箔粉的那种筷子 然后订的是这一家 嗯 鸽喷的 我对日本那个鸽喷印象真的是还蛮不错的 抱歉玉洁料理没时间跟你们细说 因为约了看展 鸡鱼展的话是指定时间才可以入场的 如果我没记错 这个展是一个跨时非常久的展览 似乎每年都会有 但是我是第一次来看 嗯 我应该再也不回来了 看见这些小鲸鱼这么可爱 但是却被关在一个窄小的 而且光效一直在变幻的空间里 我觉得我替他们难过 当然了我也听到很多人看完展以后 赞不绝口 认为非常美 但是这些美 其实有很多是通过光效和这些刻意制作的场景 才能显现的 相比这种人工乐美 我觉得我可能更希望看见这些生命是自由的 看完展打算从代官山绕行到惠比寿 所以先逛了一下鸟无书店 这边这个是兔年的明信片拍摄墙 你可以和兔子合影 然后做成明信片 在这边排队 所以往新年的跨年塑巴 今年吃跨年的塑巴是传统 所以我们排队排了好久 我应该是排了一个半小时的队吧 一般都会在店铺门口出现成队的门松 自己家中是不太有这个空间去这样放的 但是可以选择这样的松枝 然后作为一个插花的主题 完成后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不用太复杂 点缀一下就可以了 我去撞中了 我还以为我是掐点去的 结果我早看了一个小时 因为我去的太早 工作人员还塞给我 他们自己带的红薯 快要到十二点的时候 住持就会出现在壮钟楼前 然后他会先结印 诵经之后吹响他的法罗背 最后就是由住持敲响着新年的第一身终身 兴奋的脱脱手换我上场了 敲完中不要急着走哟 这边是可以领免费的干酒的 这个干酒是他们寺院自己调的 好好喝的 等我敲完中要走的时候 还有这么多人排队 然后这个时候住持已经回到了主堂 在那边准备活供仪式 然后等一下给我去拜拜 准备这次还是去明智神宫 正月的一号到三号这三天里 早晨一早 第一次去就会都叫做厨艺 所以时间其实是没有太明确的限制的 我一般的话就是正月一号的这一天去拜 然后明智神宫会有很多人 那人浩浩荡荡一起 就是渐渐往里面走的感觉 我就觉得每次都会觉得很感动 谢谢 谢谢 神圣派伯俯顺便把去年的那个挂在门上的东西送去烧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初一结束之后 新年的跨年活动 基本就到这里为止了 我把护身符 还有要给爸爸妈妈的 止咳药 全部都打包 现在是在六本末 买了安法达的电影票 然后今天已经把 止咳药也已经发出去了 结束能做的准备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赶上看的电影放松一下 今年感觉这个年过的 是蛮像过山车的感觉 新年 明天明天 祝你祝你 response 假如 我认为 我认为 感谢观看